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导火线 是一名年轻水果商贩的死亡 早在2011年1月份 一名水果商贩因为对生存环境 和独裁政权的失望而自焚抗疫 兔尼斯的示威者们走上街头 声援这名自焚的青年 一个人的死亡催生了一场运动 而这场运动改变了中东和北非的前程 几十年来 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活是停滞不前的 民意上的共和国是极少数富有的人 所追求的黄道乐土 他们期待着自己的子女继承对国家的统治 似乎一切都不会改变 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对暴政的反抗多年来暗流涌动 已经达到了洪水爆发的极点 对于许多人来说 一切都不会回来了 我们在这些阿拉伯之春国家 看到的许多场景之一 先是图尼斯 然后是埃及 随后就是利比亚和叙利亚 就是年轻人为自由的理想和权利的概念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又一个城市里 他们面对持枪的安全官员 敢于反抗对自己的虐待 这一切可以说点燃了 阿拉伯之春的燎原之火 抗议者们相互学习 因为从很大程度上讲 他们所斗争的目标是一致的 统治者们的压迫之深重 成为他们要推翻统治者的动力 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一丘之合 军政府 特务和警察国家 比如图尼斯 比如埃及 比如也门 叙利亚 利比亚 他们都是相同的体制 所以反抗运动具有传染性 一旦触动了多米诺骨牌 所有骨牌都会倒下 民众的起义不仅改变了 这些国家统治者的命运 而且也撼动了长期的同盟关系 曾经是如此稳固的中东地区 一下子引发了一种前途未卜的感觉 以往这些独裁统治者们 将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儿女 许多情况下 国际社会只有依靠该地区的某些盟友 以保障这一区域的稳定 我认为 关于中东地区的这种了解 已经彻底被打破了 这些抗议活动 是否能够带来人们所期待的 向民选政府的过渡 国际社会拭目以待 有人将突尼斯和埃及 伊斯兰政党的兴起 视作对民主过度的威胁 对于该地区的其他人来说 斗争仍在继续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些无谓的年轻人 已经成为一个群体 成为任何一个新的 阿拉伯世界领导人 都必须面对的选民群体 美国万花筒电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